自秦灭赵国以来,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势已不可逆转,他第三个目标对准了魏国。 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肯的赵国已经拿下,其他的国家就会势如破竹,水到渠成。 公元前225年,秦军开始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 那么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 秦魏之战将会如何呢?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史记,秦省王之,水淹大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顽抗的赵国。 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魏国。 那么魏国的命运将会怎样? 秦王嬴政会用什么办法对付魏国呢? 河南大学王立军独史记,秦省王之,水淹大梁。 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派大将去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 秦军到了大梁以后,就发现大梁城的地势非常低洼,所以秦军就在大梁城的北边掘开了黄河,引黄河水淹灌大梁。 大梁城的城墙是魏国的都城啊,它那个城墙是用夯土制成的。 在黄河水浸泡三个月之后,这个土制的城墙全部坍塌了。 这个城墙目前就埋在开封市下面,开封市下面十几米,就是当时魏都的大梁。 然后秦军就拥入大梁城,把最后的一个魏王,魏王家给活捉了。 这样魏国就灭亡了。 魏国就成为在赵国以后第三个被灭的国家。 我们说魏国的灭亡几乎是水稻渠成,也就是水稻成塌,然后国家就灭亡了。 魏国曾经是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他的开国之军是魏文侯。 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而且魏文侯是战国七雄之中第一个重用李逵实行变法的国家。 所以魏国在战国前期非常强大。 那么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到最后秦王一能灭他的时候,他竟如此不堪一击呢? 战国时期啊,各国的人才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魏国呢,他比较多的是像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谋略家都比较多。 就魏国人才是最完备的。 而韩国最多的是思想家,我们讲过那个申不亥、韩非,韩国多的是思想家。 赵国最多的是名将,像连坡、赵舍、李牧。 这韩赵魏三国中间,此有魏国的人才是最多的。 但是这一个人才最多的国家,最后竟然灭亡了。 而这个魏国他最后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人才的大量流失。 这是魏国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先介绍魏国流失的第一个人才,吴启。 吴启有两种身份。 第一是名将,第二是政治家。 他是兼有两种身份的人。 魏文侯初年他来到魏国,当时魏文侯并不了解吴启。 魏文侯就问他手下的一个大臣,李克,也有叫做李奎的,说吴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李克就给魏文侯回答了一句话,说贪而好色。 说吴启这个人贪财好色。 但是这个人如果要他领兵打仗,就是齐国名将司马璋鞠都打不过他。 这个司马璋鞠是古代齐国的著名将领,传到今天的还有司马璋鞠兵法。 说这个人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然后魏文侯就重用了吴启,吴启就带领魏国的军队一连攻下秦国武座城。 然后魏文侯就以这武座城为中心建了一个西河郡。 西河郡是紧靠秦国,是从秦国那夺了土地建了一个郡。 吴启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了? 吴启因为有一条,他特别能给士兵同甘共苦。 文献中间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个小故事。 吴启带兵的军队中间,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窗。 大家知道长了窗后会,那个窗里面聚集的有笼。 然后吴启看他的士兵长得有农以后,吴启亲自为士兵用嘴把他那个农一点一点给吸出来。 这个小故事说明吴启爱兵如子,非常爱惜士兵。 所以他将军跟士兵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吴启是个著名的军事家。 作为政治家,吴启还有一点,吴启非常重视德政。 魏文猴死以后,是魏武猴继位。 魏武猴有一次给吴启两人一块坐着船在黄河里边漂游。 魏武猴看见黄河那么壮丽,就非常感慨。 他说江山如此壮丽,雄伟,这就是天险,就是我们魏国的天险。 然后魏武猴说完这个话,吴启就告诉他,说一个国家,他能不能得以保证他的安全? 在德不在险。 如果你把对老百姓施行德政,那老百姓就可以保卫自己的国家。 如果你不使得正光依靠这个天然的这个地形的险峻,这不足以防守。 这个话出自一个军事家之口,是极难的。 所以我们说吴启呢,既是一个名将,又是一个政治家。 魏国有这样的人才,那是魏国的福气啊。 但是这个福气不久就消失了。 因为魏武猴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 武猴继位以后,有一个丞相叫王错,这个人做了丞相。 他虽然做了丞相,他非常嫉妒吴启,就是他认为吴启的才能比他高。 所以他嫉妒吴启的这个想法,很快的就被他手下的一个仆人知道了。 这个仆人给他献了一条毒计。 这个毒计怎么说呢? 他说除掉吴启很容易。 怎么除掉吴启呢? 他说你首先,你告诉魏王,你说吴启啊,才能很大。 我们魏国很小,吴启很难长期留在我们魏国。 那魏王一定会问你,怎么样留住吴启的? 你就告诉他,就你把公主嫁给吴启。 你看吴启要不要。 如果吴启愿意娶魏王的公主为妻, 那说明吴启愿意长期在魏国干。 他要是不愿意娶公主为妻的话,他一定不会把他常败。 这个王错了,他之所以受到信的就是他娶了一个公主做妻子,娶了魏王的一个公主。 他说你和你的妻子,也就是魏王的公主,在约上吴启,你们三个人一块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你一定要让你的妻子,也就是那个公主,表现得非常难横。 然后千方百计的羞辱你,让吴启看到以后,看到公主这么飞扬跋扈,他一定不敢再娶魏王的公主。 到那个时候,魏王就会猜忌吴启了。 然后,他们三个人一块走,吴启果然看见丞相王错的妻子是公主,非常跋扈。 所以当后来魏王向他征询意见,愿意不愿意娶我的女儿的时候,吴启就一口拒绝了。 这一拒绝,魏王开始怀疑吴启。 吴启一受怀疑,吴启立即就逃了,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会被遇害。 然后吴启离开了,魏国一会儿到哪去了?到楚国去了。 他帮助楚岛王变法,让楚国迅速的强大起来。 这是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顶级的人才,军事家兼政治家的吴启。 那么魏国除了吴启以外,还有流失的顶级人才吗?有。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商鞅。 我们前面讲过,效果变法,讲过商鞅。 商鞅是魏国人。 后来呢,到了魏,他原来是保卫那个魏国人。 来到魏国,在魏王手下,公孙楚的手下,做一个臣子。 公孙楚呢,就推荐,临终之前推荐商鞅。 但是,这个魏王并不重视他。 这公孙楚的话都说到这个程度,这是个奇才。 你要么重用他,要么你杀了他,你绝不能让他出国,不能让他出境。 结果这个魏王是既没有杀,也没有用。 结果商鞅到了秦国,帮助孝公变法。 秦国他的崛起,第一步就是孝公变法。 这是魏国刘师的第二个顶尖级的人才。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孙斌,孙斌。 孙斌原来是在齐国的,他是和兵圣孙武的后人。 他和他的一个同学旁娟一块学兵法,但是旁娟自知学习的,他的才能赶不上孙斌。 然后呢,他就悄悄地派人把这个孙斌招到魏国来。 招到魏国来以后,如果说孙斌给旁娟两个人联手的话,那么魏国就多了一个顶尖级的军事家了。 但是实际上旁娟没有安好心。 旁娟把孙斌招过来以后就用计把孙斌的双脚给砍掉了。 他想用这个办法,用伤残的办法,让孙斌成为一个残疾人。 你成为一个残疾人以后,终生不再出山,那么他就少了一个自己的竞争对手。 但是他没有想到,孙斌后来秘密地跑到了齐国。 齐国的使道魏国来出使的时候,孙斌见了他,然后齐使就带到了齐国去了。 带到齐国以后,孙斌的才能就逐渐展露出来了。 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塞马。 孙斌到了齐国以后,第一个重视他的人是大将田济。 田济很重视他。 然后田济经常和齐王和那些贵族在一块塞马。 塞马的时候下的赌注很大,这个田济的老书。 孙斌仔细观察了一下,觉得这个田济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就告诉这个田济,他说下一次塞马的时候你告诉我,你下一个大的赌注,我能让你赢。 塞马他们是塞三场,三打两胜。 而马的分位上中下三等。 这个孙斌的就告诉田济,塞马的时候,你拿别人出上等马的时候,你拿下等出。 别人出中等马的时候,你拿上等马出。 别人出下等马的时候,你拿中等马出。 结果他输了一次,就是他的下等和人家的上等比输了。 然后另两局他胜了,三打两胜嘛。 这样田济一下子就赢了一大笔钱。 所以田济通过这个塞马事件,觉得孙斌很有才华,就把他推荐给齐威王。 齐威王就重用了孙斌。 后来,魏国公打赵国,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就想让孙斌做主将,孙斌说我不能做。 他说我是一个失去双脚的残疾人,叫行鱼之人,我不能做。 怎么办呢? 就让田济做主将,我坐在车上给他做参谋。 然后田济带兵就想直奔赵国的都城邯郸,去解赵国职位。 他说你不能这样打。 怎么打的呢? 他说现在魏国的主力都在赵国的都城邯郸城下,而他的老弱都在魏国国内。 咱们现在是直奔他的都城大梁。 你打他的大梁,迫使魏国撤兵回来,然后我们打他的负极党。 这样呢,不但可以解赵国之违,而且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 这就叫唯卫救赵。 然后他们在桂陵,就是今天山东的河泽,设下埋伏。 当魏兵从邯郸撤兵走到桂陵的时候,被齐国的军队打了大白。 这个最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细节。 这一次了,魏国的统帅庞娟打了大白仗。 庞娟后来在总结他失败的教训的时候,他仔细研究了整个这个战役。 他最后发现,没有一个办法能够破解孙斌的唯卫救赵之法。 你神,他只要打你的大梁,你就必败无疑。 这说明孙斌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但这个人竟然从魏国流失了。 他先到了魏国,后来又流失了。 十三年以后,魏国跟赵国联合起来攻打韩国。 韩国就向齐王求救。 齐国又派田纪为主将,孙斌做军师去救韩。 然后他们迅速的通过了魏国的领土到韩国去了。 旁娟知道以后,就立即带兵回来了。 孙斌就下令。 他说我们在前面走,那么旁娟一定在后面追。 他说我们士兵埋造做饭的时候,第一天记录布置下十万个造, 就十万个做饭的野外做饭的锅造。 第一天十万个,第二天只允许造五万个,第三天三万个。 他说这样做,底下士兵就这样办了。 然后旁娟在后面追,旁娟也很有心计, 他每一天就清查齐国军队的造, 第一天点了十万,第二天点了五万,第三点了三万。 旁娟很高兴。 旁娟说,这齐国的军队到我们魏国国境才三天已经大量减员了。 他不知道这是孙斌给他下了套。 然后他怎么办呢? 他觉得齐兵减员了,那么他兵胜的少了。 然后旁娟就把他的直中给大部队都甩到后边, 自己带领青旗日夜兼程去追。 孙斌的估计到这一天的晚上,他可以追到马陵。 他就在马陵这个地方,马陵这个地方道路非常窄。 两边都是崇山峻岭,树木也很多,很适合埋伏。 他就选了一棵大树,把这个树皮刮掉, 然后写上一句话,说旁娟死于此树之下。 埋伏好了以后,他找了一万弓箭手, 说你们等到晚上,只要看到这个树下火把一点燃, 你们就万箭齐发。 到了这天晚上,旁娟带领军队走到树下, 看见一块白的树皮, 他就让人点起火把来看。 火把点起来看,刚看见那个字, 是一声令下万箭齐发。 旁娟知道自己中计了, 而且无可挽回了,就自杀了。 这一仗, 魏国损失了十万大军, 被歼灭了。 这个统帅是他的太子被俘虏, 旁娟自杀, 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这魏国实际上是被孙并打带的, 而孙并当年是来报效魏国, 最后被赶走的。 这是魏国流失的第三个人才。 魏国流失的除了这三个以外, 还有第四个, 这第四个人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昭湘王, 秦昭湘王时期的一个丞相, 叫范居。 范居也是在魏国服务的, 他跟着他的领导, 一块到齐国去出差, 然后呢, 齐王对他的领导很冷淡, 但是对范居很高看, 给范居送了礼, 范居最后是回国以后, 就被他的领导汇报, 说他是通敌, 把范居打了个半死。 如果范居当时不是装死的话, 范居会被打死了, 最后范居是死里逃生, 逃出来到秦关去了。 范居这个人,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人, 这个人是在战国后期, 唯一的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因为他提出了四个字, 叫远交进攻, 这远交进攻四个字, 是范居提出来的, 在这个时期, 所有的人才中间, 最具备战略眼光的只有范居一个人, 范居这个计谋不是一般的计谋, 他提出来了一个战略问题, 就是在整个七国争雄的局面之下, 我们情况要怎么办? 这是一个总方略, 所以你看我们讲秦灭六国, 第一个灭的是韩, 第二个灭的是赵, 我们这一集讲的是魏, 为什么先灭这三国了? 为什么这三国先被灭了? 这三国与秦国都最近, 秦国首先灭的是三晋, 也就是韩昭卫三国, 这是完全执行的范居, 在昭湘王时期定下来的一个总方针, 这个方针目的性非常明确, 操作性很强, 所以范居也是一个顶尖级的人才, 我们上面讲了四个人, 吴器, 商鞅, 孙斌, 范居, 这四个人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他们都不是省管专家, 他们应当是两院院士, 是国家级专家, 这些人都从魏国流失了, 魏国能不灭亡吗? 所以我们说魏国灭亡, 水淹大凉, 水到渠成, 魏国灭得那么容易, 顶尖级的人才都走了, 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其实我们列出来这么多人, 魏国的人才流失表还不仅仅是这么多, 还应当再添上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中间最有才华的一个人, 我们在前面邯郸之战中间讲过信陵君, 窃服救赵, 那是做得很漂亮的, 信陵君这个人, 他是当时为安息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但是这个人一开始在魏国生活就不顺, 他早年他和魏王是亲兄弟, 只不过魏安息王是兄长, 他是弟弟, 就是这么一个, 同一个父亲, 但不是同一个母亲, 但就这样信陵君, 曾经给他的哥哥, 也就是安息王两个曾经有一次, 两个人在一块下棋, 兄弟两个正在下棋, 突然中间来了一个紧急报告, 说赵国的赵王带领大军向魏国的边境上开过来, 马上就要进入魏国的边境, 一听这个话, 魏王急了, 也顾不得下棋了, 惊慌是错, 马上要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讨对策, 新陵君说不用急, 他这不是来打我们的, 他是干什么的来, 他是来打猎的, 这魏王听了这个话, 新陵君还坐到那儿, 镇定自若的下棋, 可是那个魏安息王心里踏不踏实, 他是心不在焉的下, 等了一会儿, 又一个报告递上来了, 说赵王果然是来打猎的, 不是来侵犯我们的, 这魏安息王心放肚里了, 但他马上就问新陵君, 你怎么知道他是来打猎的, 新陵君说我有门客, 我在赵王的身边都有门客, 我的门客可以把赵王的一举一动都打听报告给我, 所以我早就知道他今天要来打猎, 这安息王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 马上对他的一个弟弟另眼相看, 这个另眼相看不是更重视他了, 而是更戒备他了, 所以史书记了一句话, 叫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就不敢把国家大政交给西伯, 就是他的哥哥有着魏王, 本来就猜忌他, 后来发生了第二件事, 窃服救赵, 窃服救赵杀了进逼, 夺了兵权, 解了赵国之围, 这一下子解围之后, 新陵君把军队让他们全部回去, 然后自己留在赵国待了十年没有回去, 因为他知道他把他哥哥得罪苦了, 他知道的哥哥本来就猜忌他, 你这下子就把他大将杀了, 夺了兵权, 所以他知道他哥哥不能容他, 他就待在赵国待了十年没有回去, 而秦国听说信邻君不回去, 那魏国可就没有人啊, 所以秦国是不断的打魏国, 打得魏国喘不过气来, 这个魏安息王才想起来, 自己那个老弟弟在赵国是有本事抗秦的, 就赶快招他来, 但是他派的使者无论怎么样去都见不到信邻君, 信邻君怎么办呢, 就告诉他的把门的, 谁也不许给我通报, 不许让魏王的使者进来, 所以这样的话, 魏国的使者来了一波又一波, 就是见不到信邻君, 后来赵国有人就劝信邻君, 他说你知道天下人为什么那么看重你吗, 看重你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存在保卫的魏国, 假如魏国现在非常危机, 你都不回国去解救国难, 那么天下人还会看重你吗, 假如魏国灭亡了, 你们祖宗的陵墓都被秦国挖了, 那你, 信邻君还有分量吗, 还有地位吗, 信邻君一听, 立马就回去, 回去以后, 兄弟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啊, 这是十年以后, 然后安息王就任命, 信邻君做了上将军, 做了上将军以后, 在公元前247年, 这一年大家非常熟悉, 公元前247年, 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 就信邻君折腾的件事, 信邻君带了韩赵魏, 加上楚国燕国, 五国军队联合伐秦, 五国攻秦, 第二件事, 就是秦始皇的父亲, 义人并坐, 那第三件事, 秦王嬴政继位了, 第一, 五国攻秦, 这是战国后期, 秦始皇继位的当年, 就发封了一件大事, 就是五国联合攻秦, 把秦国大将打得狼狈不堪, 秦国封住韩国关, 不敢出来, 这是战国后期, 合纵, 六国合纵最成功的一次, 五国攻秦, 这件事, 把当时的秦王, 也就是那个, 庄襄王, 义人啊, 给吓坏了, 他觉得信邻君太厉害了, 秦国的老办法是什么呢, 打得过的就要打, 打不过的反奸计, 只会又用反奸计了, 找谁呢, 这一次, 你说这个义人也很不简单,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义人的事情, 义人派了人, 带了一万斤, 到了魏国找谁呢, 找了信邻君十年前, 窃服旧赵的时候, 杀那个大将军进逼, 知道吧, 找了进逼的门客, 进逼家的人可是很恨金邻君, 因为信邻君当年杀了进逼啊, 进逼是无辜被杀的, 然后找到了门客, 说, 说了四条, 第一, 说, 信邻君现在呢, 是在外面流亡了十年, 又回魏国当了大将军, 他现在是诸侯联军的总指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天下的人自知道信邻君, 不知道魏王, 就信邻君名声很大, 人气很高,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说信邻君也想借助这个有利时机, 他来取你而代之, 当魏王, 这是第三点, 讲了这三点以后, 魏王心里头, 魏王心里头, 魏王心里已经动摇了, 恰恰这个时候呢, 义人呢, 他这个反间计不是用了一次, 他不断的反间, 甚至于反间计用到什么程度呢, 秦国竟然派了使者, 这个带着礼物, 敲锣打鼓来到魏国, 祝贺信邻君当魏王了, 根本没有的事嘛, 他们竟然来祝贺, 说到这一看, 没有这个事, 但这个消息传到, 为安熙王那儿来压力了, 安熙王在这, 听了进逼的门客的反间计的话, 又看到秦国的使者, 来庆贺, 最后相信了, 把信邻君大将军的职务给免了, 信邻君知道, 他哥哥又怀疑他了, 那怎么办呢, 从此以后, 就告病假, 不上朝了, 这时候信邻君就每天, 一个就是喝酒, 一个就是身边不断女人, 又喝酒, 身边又不断女人, 四年信邻君死了, 信邻君死这一年, 是公元前242年, 也就是秦王嬴政五年的时候, 信邻君死了, 信邻君死后18年, 就发生了水淹大梁, 为国灭亡的事件, 所以我们说他流失的, 还有一个定监级的人才, 就是信邻君, 如果说流失, 可能要加个引号, 他没有跑到外国去, 他不像前面的四个人, 跑到外国去了, 我们说流失是说信邻君, 留在卫国, 但是不能为卫国再效劳了, 这也叫一种流失, 卫国的人才这么多, 一个一个全流失了, 全不能为卫国服务了, 所以卫国他的灭亡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卫国的灭亡还有军事原因,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相关于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时间把它展开来讲, 卫国的灭亡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韩赵卫三晋全部灭亡, 三晋全亡, 三晋的灭亡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 一个历史性的大提速, 就是他灭六国的速度会加快很多, 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 离公元前221年只有四年时间, 那么嬴政下一个目标又该选定哪一个国家, 请大家继续关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过程, 谢谢大家, 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六年之前, 爆发了震惊世人的荆轲刺秦事件, 燕国的太子丹想用刺杀秦王嬴政的方式来拯救燕国, 可是荆轲刺秦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 燕国一年多就被秦国消灭, 那么荆轲刺秦事件是导致燕国灭亡的最终原因吗? 燕国灭亡的根源在哪里? 请你关注王立军独史记秦始皇之秦灭燕国。